我們第二堂再來改考卷 標準答案其實我都已經放上 在電子書的測欄最下面的考題解答 所以可以參考考題解答來改考卷 今天一開始我們啟動考完 所以我們來講的分成是無關的東西 但是跟我們課還是有點關係 各位知道現在Android的狀況是怎樣 要出4.0 要出4.0其實已經出來了 除了Android 4.0以外 不只看Android 4.0 要看很多家常商的動向 iPhone 4.0 iPhone 4.0 iPhone 4s 對 4s 是已經出來了 但是聽說iPhone 5也快出來了 還有人 微軟 Mango 微軟的芒果機 其實它應該叫 那它的這一版的代號叫 Mango iPhone 4s這個是Apple 對不對 Android 4.0代號是什麼 謝謝 如果你注意Enjoy的新聞的話 你會發現說 所有的Android的版本 都是甜點 這就是一個點心 然後一定是類似炭鋼鍊的那種東西 甜點 這邊是兩個水果 這邊是甜點 所以現在有些網路上的人說 做一個跟其他手機之間的大戰是 水果與甜點之間的大戰 目前我們會看到iPhone這邊 其實是全世界最賺錢的手機 以賺錢度而言是iPhone這邊是全世界最賺錢的手機 那各位知道iPhone跟台灣的關係有特色嗎 代工 但是不是所有的工具都是台灣做的對不對 台灣是神仲做的 對,CPU是神仲做的 但是是哪裡設計的 CPU是神仲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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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是 是 他所採用的CPU是Apple的Apple Apple這個CPU 但是Apple這個CPU不能夠說是 Apple自己做的 自己設計嗎 為什麼 他的來源其實是Arm 那我記得是Coltens59的樣子 Arm的Coltens9這顆CPU 被蘋果拿去修改 修改之後變成A4 那最近他們在研發A5 所以就搭載我們就在A5 A5 那 新型態的好像是搭載A5 那 原本iPhone4的時候 我記得是搭載A4 然後4S好像是搭載A5 那 各位知道為什麼嗎 為什麼 像Android的手機通常用什麼CPU 各場是不是都不一樣 各場不一樣 但是其實百分之八九十都是用CPU 好像比較多 對 各場其實百分之八九十都是用Arm的CPU Windows咧 也是Arm的CPU 也是Arm的CPU 所以現在手機市場其實都是Arm的CPU 很少有別的 即使是像這個A4 A5 也都是A5去改過的 A5是什麼 哪一國的公司 台灣人講什麼 A5是哪一國的公司 中文台灣習慣翻譯成Arm A5是Arm的坞 但是Apple 在建小大學那邊 曾經Apple還是AMM的最大活動 曾經1990年之後 所以 你可以看到AMM 所有的CPU幾乎都是AMM去做的 去設計的 但問題是AMM有沒有生產CPU 沒有 他有沒有經驗到 也沒有 那他CPU怎麼做 請人坐 請誰坐 各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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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他的模式其實不是這樣子 他不是說 比如說我CPU我設計出來 我請台積電幫我做 不是這樣子 因為如果他請台積電幫他做的話 他就要負擔一個CPU製造成本 因為台積電他一定要先付錢 而且那個錢都多 所以AMM不是這樣經營 AMM其實公司不大 他的公司規模其實並不大 他的營業額也不是很高 那 既然如此 AMM其實 他的模式跟那個 我小小小都不一樣 幫忙關一下 這個很好 他的模式跟傳統想法是不一樣的 那 你知道Intel自己設計CPU 自己蓋晶面廠自己做 但是AMM呢 只設計CPU 不蓋晶面廠也不做 那他賺什麼錢 答案是 他賣設計給 那些想要住的廠商 他有兩種 收兩種錢 第一個就是 你只要要做 你就要交一筆錢給我 這收錢費 第二個是 你每賣出一顆CPU 你就要再交 他帶美金 那些錢費 好像是 五塊錢 配他 我其實好像還更便宜 有些便宜到兩塊 所以其實非常便宜 一個CPU只要 交兩塊給他們 對 非常非常便宜 搞不好還更便宜 我如果去搞不清楚 到底真正是北京計畫 所以 最後你會發現說 真正做AMCPU的有哪些工資 目前最大的就是 全世界現在多少顆AMCPU呢 原則上你有多少支手機大概就有那麼多AMCPU 多少支智慧型手機 普通手機不算 多少支智慧型手機就有多少顆AMCPU 所以AMC的量已經快超越了 應該已經超越了 所以你看AMC的設計圖 這些通通都授權給三星 合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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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其他 授權給這些廠商之後 這些廠商去量產 量產之後呢 它再賣出去 賣一道 譬如說 舉個例子好了 像譬如說宏達店 宏達店的 宏達店的這個手機 它裡面的CPU 從哪來? 宏達店不是一家很大的公司 雖然我們看起來它已經很大 但是跟三星比起來它是很小 它規模大概只有三星的十分之一 那三星已經快超過一倍 所以 像宏達店這樣的公司 它其實還可以跟他們買CPU 可以跟他們買CPU 那些核心元件 然後 宏達店其實負責的是 煙韌體牙軟體牙 還有設計 設計外殼 然後調整風泡 然後板子 然後塗裝這些東西 但是CPU它還是給大家買 另外還有一些模組 像什麼模組呢? 例如說 LCP 顯示器 顯示器 它還給人家嗎? 像 通訊模組 宏達店本針 在這方面 其實 也不散場 所以它的通訊模組 特別是像那種 3G的通訊模組 那些通訊都要有點超通 所以你可以看到 台灣其實一家公司 不足一點點東西 那即使叫孟達店 看起來好像什麼都錯了 實際上 大部分關鍵文件 都是從別人那邊來的 但是呢 三星呢 這家公司呢 基本上 先做 顯示器 它也自己來 然後呢 通訊模組 目前其實它還 還有點受制於高通 通訊模組的部分 三星其實這麼大 它還是有點受制於高通 因為高通在二十年前 就已經把3G的 整個通訊的那個 架構根本就是它制定的 所以 最後所有的專利 通通都跪它 不管怎麼作品 通通都會剩到它的地理 只要它要做3G 就一定要得講高通 全世界就只有它 你要過來它那一關 才有辦法做 所以連巴克要做3G的手機也 也得擋到它 所以最後都被高通拆了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通訊模組高通 高通叫Portime 好 好 那 三星除了通訊模組 沒有以外 它其他的大概都可以自己來 通訊模組 我相信它也在研發 但是 目前它還沒有辦法跟高通它們 但是呢 其他它幾乎都可以自己來 從顯示 螢幕 然後呢 CPU 別人還是跟它忙 那 整個 整個公版 本設計 然後一直到 各個周邊元件 幾顆什麼 什麼 開經原廠 它全部都自己來 那這些事情在台灣 全部都分散在各個公司 你得要有台積電配額 然後 公開去組裝 然後 HTC去設計 或之類的 對 有很多公司 才有辦法把這個 流程串完 但是三星呢 一加就把它串完 剩下的都是 它的周邊協力廠商 還有鑰匙 都是周邊協力廠商 那 但是那些協力廠商 基本上就是供應給三星 最多再供應給樓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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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 沒有 那個 就是 獨立 營運的關聯 因為那些協力廠商 其實都是掛在三星底下 那 三星現在已經是全 韓國最大的公司 韓國的十大公司 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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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產好額 會 會佔全 韓國國民生產 毛額的 百分之五十以上 台灣的十大公司呢 能夠佔到百分之四就錯了 所以 這個 兩個是完全不同的 完全不同的 國家的經營方式 韓國一直都是以博力在支持整個產業 然後都是 都是 玩那種大 大型的戰略遊戲 那台灣是從那個中小企業開始起來 所以兩個規模完全不一樣 所以 我們看到現在這三個系統 正在火冰 但是有一些系統呢 已經看起來快出局了 那其中一個是 一個是黑美肌 黑美肌是 是塔哈艾爾這家公司 那它基本上是 歐巴馬 其實 用的就是黑美肌 黑美肌在美國很像 在英國也很像 那 在早期的時候 其實 iPhone 比iPhone還要早 好幾年 黑美肌就已經 壟斷了整個 3G 那個智慧型手機的市場 但是後來 慢慢的又 iPhone出來之後 就對 黑美肌產生一個 很大的侵蝕 比如說有出來 有再度侵� 所以 黑美肌慢慢的 就往下 那 那 黑美肌往下的速度 算還好 但是 是不斷的 它往下 掉落當中 那另外一個 掉落的更快的是 弄起來 弄起來 往下人化 而且人財 它現在等於 就是股 股票被平為等級 已經被平到B- B- 就是B- 那B-再下去呢 就是下市 就沒有得下的 就是下市 你就要離開股票市場 那個風刺就要被清算 所以 所以 什麼原因 就是它活不下去才要清算 就是它那個風刺已經賣不 不值錢 它沒有人要 不值錢沒有人要 而且虧損 那繼續虧損下去 它就會破產 所以才會被列到B- 那沒有人開考 說它的 Cymbian作業系統還飛起來 沒有人開考 它的Cymbian作業系統還飛起來 連它自己都會被判好 猶豫 猶豫到它最後呢 它之前一直堅持 它用Cymbian作業系統 但是 它到最後呢 那個執行長 因為 堅持用這個 而被改效 現在新任的執行長呢 就是說 我們也要做A-Joy 我們不再堅持 只做Cymbian 但是問題是新任執行長 雖然說他要做A-Joy的 但是後來呢 他發現說 做A-Joy的 他也做不過 台灣 大陸還有 韓國那些廠商 那 他的利潤率 還是會非常低啊 那怎麼辦呢 所以後來他 有個機會 就是 兩個失憶的人 碰在一起 兩個失憶的人 碰在一起 回軟正在 Windows 手機上面 一直想辦法要突破 但是 目前佔流率 一直還在更位數 而且越來越低 所以呢 他一直很想說 把他的手機 佔流率再提高 但是他提不高 提不高有很多原因 第一個就是 他從前的 Windows Mobile的座位型 真的不適合 用在手機上 我兩次都玩過 而且我其實 用了一年多的 Windows Mobile 真的不適合 不適合 那個手機的小畫面 他整個操作 你想一下 你就在手機上面 你按那個 開始 然後 點 點功能之後 它會開一個視窗點 對 然後 你要按XX的關掉 那 是退出的意思 XX 對 就是把它 縮小或關掉之類 但實際上 在那個smoke口裡面 是縮小 就是關掉 按XX 把它縮小 那就會 把視窗再碰出來 再讓另外一個 用 但是自從 iPhone iPhone 立下的典範之後 這種模式 是 不可行的 為什麼 你看iPhone 是怎麼操作的 android的 都很像 android的 也是這樣 這樣 滑滑滑滑滑滑 畫面就一直 切切切切切切 對不對 OK 然後 android的是靠下面的 那個 反回鍵 反回 外面就一直回來 那 iPhone 應該不是 如果用iPhone 應該會很清楚 它的操作方式 那所以 當它 採用這種模式的時候 它整個視窗的 一個 設計 其實就是有問題的 然後 用原本的 Windows Moke口的那種方式 是不行的 所以最近它 在暖火機上面 它就整個改掉了 Windows Phone 一開始 它就整個改掉了 Windows Phone 7 就讓它出門型 它改掉的 做法就是 它不在於那種 類似 類似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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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不在於這種 模式 為 設計 的 方式 那 WiPhone的設計方式 就是它一套 可以 可以通知PC 還可以通知手機 這也是它的最大賣點 對不對 我通知在PC上面設計 也可以在手機上面 也是用同樣的模式設計 所以 它想一次全吃 但是結果呢 不好 它的流暢度啊 什麼使用程度 大家都 都覺得很難用 那 所以 所以 顯然不行之後呢 它其實 開始 後來 畢業開始下來之後 放那個 包帽上來之後 它其實也還沒有什麼動作 但是它們 隱隱約知道說 這個 這個 這個做法已經不行了 那 所以它們開始要換 後來 它們就決定 把原本的產品線 主力完全改掉 這主力是什麼呢 原本它們的做法 是以WiPhone為主的 那 主力呢 全部放到SilverLight 主力放到SilverLight 各位知道SilverLight是什麼 就是 Flash 微軟版的Flash 你這樣想就對了 微軟版有出一個類似Flash的東西 就叫SilverLight 這個東西可以掛在瀏覽器裡面 但是 它其實就是類似以Flash 那種動畫設計模式為主的那種做法 那 一旦它採用了SilverLight之後呢 它再把這個東西放到 Windows Phone上面 它的流暢性就會比較有差 但是這個東西能不能起來 還是未定之間 目前還是一個大未定 所以微軟現在最近很努力在推 那 它一種推的方式是這樣 像我們趙也祥老師最近 就要寫一個微軟的計畫 去申請微軟的芒果機下來 所以如果過一陣子 搞不好我會拿到芒果機 搞不好我還會開課的規定 但是 趙老師那邊會主台 我們的必要的時候 我們才開個眼 那 就是 那個芒果機 他推的方式就是 他先從學校 這種訓練單位 幫他訓練本場 但是我們其實是很懷疑 這個東西 會不會起來還是個問題 不過 它有很大的優勢 優勢 各位可能完全想不到 它的優勢是什麼 我現在說值得 那個也是 它其實在技術上來講 有一個很大的優勢 就是它可以用Vacial Steak 開放 對 然後它的語言 可以用C-SHOT 或會不會 那這些是它的優勢 但是反過來看 你會發現它可能是缺點 因為目前排名最高 譬如說最多人使用的語言 還是Java 那這是為什麼 那個Android 要一直抓Java不放 但實際上Java這個語言 已經有點老了 有點老了 然後你會覺得寫起來 語法超複雜 然後要打的字超多的 所以它有它的缺點 Java的缺點就是 語言有點大 而且融入床 語言的語法 古法 由Google主導 這個語法是由Oracle在主導的 因為本來是生涯 生涯被Oracle詬病 所以它語法本來是 現在是由Oracle在主導 所以Google在這邊 其實它也採用了一個 所以它為了從那個 裁法者可處 那它全能之下 它採用Java 但是它也受制於Java 因為它沒有辦法去 經典它的語法 那微軟這邊就不一樣 微軟它有自己的C-Sharp 有自己的VV 這些語法它愛怎麼改就怎麼改 它愛怎麼經典就怎麼經典 所以最後你會發現 C-Sharp的語法其實 比Java好一些 那它很多新的管理率 加進來 像最近的那個LAM 都加進來 這個是一個 是一個 是一個 必須要常常私立的管理 那 當微軟有這一個優勢 再加上它有使用 Vajor SteelDL Vajor SteelDL 這個太高工具 比Eclin10還要好的 都會使用過的感覺 應該至少它比較黏入 不像Eclin10的那個輪檻 其實是有點高的 那 再來 它的 跟後端的資料物質 通常都跟微軟的那套 東西整合得很怕 但是相反的它的確定是 所以 一旦我想 用的不是微軟 不是很不喜歡 它就很麻煩 那所以 這是紀錄上 我們看到的一些 優點和缺點 但是另外 有一個真正 真正 商業上的優勢 商業上的優勢 這是 我們認為 現在微微操控 還是有機會起來 雷零 這個商業上的優勢 是這個 其實不只一個 有好幾個 第一個就是 微軟是 桌面 試鏡系統的 擁有者 它跟PC 可以共同開發 而且連結 而且甚至沒有同一套 都沒有問題的 那 這是它的 一些公司 原本 就具有的制裁 但是 另外一些優勢 是 各位如果需要 下課休息 可以直接休息 那我們繼續看 那 它還有另外一個 最精彩 突然 大家發現的優勢 這個優勢 真的 太強 所以 我們一直認為 它還有機會 這個優勢 是什麼 這個優勢 就是 微軟本身在軟體領域是兩大堆 它在軟體上面的專利 無人能比 所以 就發生了一件怪事 這個怪事到目前為止 大家都還覺得不可思議 所以說很多的授權金 對 每製造一支 就要付5塊美金的授權金給微軟 微軟每年方是說這個授權金 比它賣Windows Home賺還多 對 就比它 現在賣Windows Home賺還多 所以 所以這一塊是 真的是無形資產 你不知道該怎麼去衡量它 它就是有 那目前呢 你看到說 每賣一支Android手機 就要付它5塊美金喔 不是太平衡 5塊美金的授權金喔 那比 比Am賺的還要多啊 Am好像才賺 兩塊還是一塊還是六毛 我都搞不清楚喔 那 鄧思偉軟 根本就沒有參在裡面 他光是用他的 他的保護費就可以收5塊 這次還可怕 所以 這個5塊錢 5塊錢美金 目前哪些公司付了呢 HPC HPC第一個付 宏達店第一個付 接下來呢 三星好像也付了 然後呢 廣達這些公司做的時候都付了 那最近有一支 非常神奇的Android手機出來 其實我們非常期待 這支手機簡直是 是 但是它 它不是一支 純台灣做的手機 這支手機叫 叫聽豆瓣 有沒有人聽過 這支手機在美國已經開賣了 有沒有人聽過 有沒有人就說 對 那 Amazon 做的手機 叫Tindle File 賣多少錢呢 一百九十九塊錢 你這才還買不到 那這一支手機 那這一支手機 雖然配備沒有很高檔 但是一百九十九塊錢 你想要看它這幾塊錢 不到兩百塊錢的美金 那乘以三十 大概六千塊錢 你就可以買到 而且它不是手機喔 我現在講的 問題 它還不是手機 它 真的不是手機 它是什麼 平板電 它是平板電 對 它是平板 一台平板賣一百九十九塊美金 你覺得六千塊 你就可以買到這個平板電 那 它非常的競爭力 可是問題是 你知道嗎 Amazon 每賣一支這個手機 就得 推上至少十塊錢美金 其實不適合 人家估計 應該會不會五十塊 那 它每賣一支手機 這一支手機光是生產成本 就至少要兩百一九塊美金 生產成本 至少就要兩百一九塊美金 所以它賣一台可以來 那它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 你要看 Amazon到底是機構式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 電子商品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 本來是電子出店 那 實體出店 它賣實體出店 但是它是用網站的方式 在訂購的 所以它幾乎沒什麼固存 然後就直接 直接你訂 它就 直接賣你 從前它就直接叫書上寄給你 後來它慢慢有規模的時候 它就自己有些固存 然後自己寄給你 那 那 這一家公司呢 自從它出來之後 已經 美國已經 整個出版業 全部都大革命了 因為 很多 原本 也會有很多 大的 書局 像金斯坦這樣的同路 分分都垮 現在最 剩下的一家在稱 就是那個Bunson的Noble 那 那個 BNN這家書局還在稱 而且它也自己出了一款電子書 在美國也賣得還不錯 甚至它為什麼還可以繼續撐下來 不然其他的幾乎都被它打掛 那 在它上面買 買的書 非常方便 而且 它一本書紙本的部分 如果是賣 賣 例如說 十塊美金 紙本如果賣十塊美金 它電子出用一塊美金賣點 那 你要買電子本還是要買資本 這非常有競爭力 因為 你想想看 如果像我這樣子 我常常都得要買那個紙本書的 這個對我非常欣賞 但是問題是 他不來台灣賣 也不去韓國賣 也不來中國大陸賣 為什麼 你在我們這邊都買不到這個 你買到的是水貨 就會沒有用 因為你個人沒辦法下載 除非你去盜版 你在上面 你在上面如果沒有辦法買到電子出之類的東西 你拿這個平板就可以用了 你就只能把它當成一個普通的一座雲端可以用 但是它的重點是它背後有一個雲端機子 這整個雲端機子包含 物流、金流、資訊流全部都有 那是有耳耳、耳耳、投擋 那這個雲端機子才是它真正最大的賣點 不然這一台是誰做的 你知道嗎 最多賣額是誰做的 要做的 廣達 廣達 你把你的那些都是重點 我們在這種設計完小麥 可以廣達去做 歐地監 就是委託設計市場 所以 你可以看到 現在台灣的產業 目前那個趨勢越來越明顯 就是這個趨勢越來越明顯 台灣跟美國結盟 然後台灣的背後呢 還有的東西就是中國大陸 然後呢 現在正在對抗的像韓國 像 菲馬 還有 像日本 但是日本我覺得應該放在這裡 那這個模式到底接下來會怎麼樣 通常都不想 但是我們知道 目前的情況是 韓國很多都自己來 但是它其實現在跟美國 也有一點點 給了一些關係 因為它對於關鍵領土建的那些東西 覺得比較強 譬如說CPU OK 譬如說 AMOLED 這個 高亮度的液晶解射器 觸控板 這些東西 本身 一家或是 所有的技術都有 所以 現在有時候 美國也都還 可以養賴得過 去做這些東西 但是美國本身呢 它 最強的地方 已經不在那裡 那最強的地方是在 圓的部分 另外一個是在設計 所以他現在吃的是 你知道吃這種 他曾經提出過一個 叫回校曲線的東西 那這個後來其實在 氣管領域 一直被提到 他提的這個確實有到 什麼道理呢 就是中間這個叫製造 然後呢 兩邊這邊是設計 一邊是投入 那設計或研發 研發和設計 還有通路 這兩個 端點 賺的錢 都小多 但是呢 製造賺的錢 都很少 那目前美國呢 就賺過了這兩個 那 給英國明怎麼拿那麼多錢 因為他掌握了設計研發 還有通路 那但是呢 他的製造能力其實 很多還要也愛韓國和台灣人 那他也愛韓國的部分呢 通常是比較 關鍵與獨鍵的部分 例如說CPU 的製造 CPU的製造 CPU的設計是他們自己 設計的 但是製造呢 他還得揚在三星 那譬如說 高亮度的 顯示器 這些 他得 要揚在日本 那他也揚在日本 日本 有 還是有不少的 一種關鍵民主鍵 也是手機要需要的 一邊太多 那揚在日本提供 像就是說 他揚在康寧提供的那個 iPhone的 面板玻璃 聽說那個玻璃 小小的一塊玻璃 你們看起來好像 完全 不足稱道 但是實際上 裡面隱藏的 非常 非常 高的技術 如果你用過 iPhone的 手機 再來用 Android的手機 你會發現他的玻璃真的不一樣 iPhone的手機 這是他 背面的這種玻璃 那那個整個 一體成型的玻璃 是 蠻神奇的東西 那另外 還有幾個 像 各位如果在注意古事 光學鏡頭 iPhone的光學鏡頭用哪裡 台灣的大力光 大力光電 所以為什麼大力光電 的國家會 跑到那麼高 原因是 他在鏡頭上面有 不到的技術 那還有很多 還有很多 所以 他除了 養愛日本 台灣 韓國 那 那 大概 大概其實 這三個國家是主要的 是主要的 在這個 領域競爭的國家 但是呢 台灣其實是養賴的 還得養賴大陸 為什麼 我們不是 養賴他們 主要不是 季徒的東西 我們不是養賴那個 人力不斷 如果 台灣 沒有 一套大陸的這一塊的話呢 台灣 台灣的 電子代工不可能 不可能持續那麼久 而且持續的 擴大 他有這種規模 你從 一家公司就可以看出來 你看 你看 洪海 有同學去洪海時期 對不對 四四年級 四四年級 洪海跟大陸的關係到底是什麼 洪海在台灣有多少人 洪海在台灣的人數 沒多少人 沒多少人 洪海在台灣的人數 其實 可能只有 可能只有 兩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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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他在大陸有多少人 兩萬人 六十萬 二十萬 二十萬 太少了 一百萬人 他在大陸現在已經有八十萬人 八十萬人 一百萬人 也就是說 這個八十萬人做什麼 洪海的營業額已經快三兆 差不多一起來 還以為 還沒通過兩兆 已經快三兆 這八十萬人 在台灣只有兩萬人 我不是很確定 但是我印象中 應該是差不多這個數字 大陸 大陸八十萬人 這個幾乎是 是沒有什麼 沒數人 那你可以看到 這兩萬人 跟這八十萬人的關係 這些幾乎都是管理結石 要不然就是台灣做 比較 研發的 或做專利的 做保護的 那些 那 這八十萬人呢 全部都是做勞力 那部分 那 光是 之前 再生證 這一個點 洪海的 一個場 他的員工人數 就達到 四十萬人 一個場 再生證 員工人數就達到 四十萬人 上班的時候 四十萬人 全部擠過來 下班的時候全部上回去 你想想看那個 周邊的所有人 幾乎都被嚇叽 今晚的人口 只有 常住其實只有五萬 射擊了 射擊了有十萬 就算把射擊了加進去 也要在四倍的人口 連老人和小孩一起算進來 才會到四十萬 比如說 你大概要有 要有八個金門的人口 因為扣掉老人家 要八個金門的人口 全部為洪海工作 才有可能 達到那個會議 所以 台灣 仰賴大陸 目前 最 仰賴的是 人力 那最近呢 最近 深圳的 那些 那些 鴻海的 的場 有很大一部分開始 都不斷往那個 市川的城 射到程度去 射到程度去 那規模又再度擴大 又再擴大到 安徽之類的 所以 那個 規模還不斷地在上漲 當然他不只是做 不只是做手機 要做 電腦 做讓想家 筆電 還有 iPad 所以 最後 鴻海所扮演的角色 就是 所有的 所有的材料 通通都送到鴻海 這些包含 康寧的 玻璃 來 來 謝謝 今天要做 慈禮所 不知道什麼 這些人在網店 慈禮所 它會影響到 還是沒有關係 因為它會在世界道中 慈禮所 需要這樣就有 好 那我倒不會再說 打斷門一下 我突然接不起 好 剛剛講到 剛剛講到 所有的那些關鍵材料 不管是什麼材料 通通都送到鴻海 包含康寧的玻璃 包含 三星的 CPU 主機板這些 其實鴻海自己可以做 因為 鴻海本身 在這方面的能力 就已經很強了 但是有一些東西 主機板 如果是iPhone的話 連主機板鴻海 都沒辦法自己做 還可以 仰賴台灣 另外幾家廠的 關鍵材料 像 做焦電路板 有沒有這麼做 老電做焦電路板 這是iPhone裡面所用的 關鍵技術之一 不能夠用 原本的木材板 他必須要用 炒焦電路 所以iPhone整個設計 其實是 是把現在的格局 推到非常 非常極致的程度 他必須要用這麼多 奇奇怪怪的神奇 其實要這樣做出來 所以 我不知道 未來 各位 你提早 認清這些情勢的話 你大概可以看到 一些 未來你會在哪裡工作 很有可能是在 這些地方 那 目前看起來 Nokia Nokia 是跟 跟微軟 搭上線 但是微軟 也不是只有 發Nokia 微軟其實 HTC也有做 微軟的手機 最近HTC也出了好幾款 芒果機 OK 所以微軟也不敢全部都 劃在Nokia上面 但是Nokia變成他一個 主要的 節目對象 那 那 剛剛看到的這個 亞馬遜顯然跟廣達 開始 開始 變成一個聯盟 然後 全世界的通訊 目前都要來交通 但是問題是在4G以上 就不一定 3G的技術都被高通掌握了 連4G也還沒 4G現在各個 國家也都還在競爭 至於什麼叫4G 其實也沒有一個完整的定案 各式各樣版本的4G 除了外面的習慣 還有 高興的版本 可以 未來 手機產業怎麼走 OK 真的很亂 看我 黑板上面畫了 就 就 就知道 真的很亂 但是台灣呢 我覺得最大的優勢是 它有三方面的連結 它有三方面的連結 台灣最大的優勢是 跟大陸跟日本跟美國 歐克里 公司的規模 而且都連得很好 韓國最大的優勢是 公司的規模 然後政府的支持 然後 關鍵 關鍵技術的掌握 然後垂直者 台灣的模式是虛擬垂直者 但是實際上那個整個是受傷的 那台灣另外一個優勢是 用了大陸的大量能力 這一點是韓國比較做不到的 至少語言不通 它要充分地應用 大陸的大量能力 其實是有它的困難 為什麼其實日本一直想進大陸 但是每次日本進去都空閉 我從前在松下做過 他為了要進大陸 還把我們台灣松下的 本來做研發的一個復產 直接掉到重慶去做了好幾年 為什麼 因為日本人沒有辦法跟大陸人溝通 他們有從啊 南京大陸 所以 那個文化真的 而且日本人 他們現在的形勢作風都很保守 警测 然後 然後那種 開創性啊 需要去 去拚的那種東西 就慢慢的 覺得 日本人看 這方面也困難 而且他們的政府 我覺得最大的問題還在這 各位你看到 日本的 政治界喔 你會發現他比台灣糟糕 自民黨 的那個 壟斷力量很強 而且自民黨裡面又有 當那些派系 每個派系又過來都去 每次那個首相一上台之後 半年就下台 日本的 產業不只是因為 他產業問題 還被他政治問題管管 那 但是日本當初 明治維新 開始之後 整個 產官學合成一體的那種情況 也是日本快速崛起的一頁 但是 這個 這個狀況也造成 他們現在的困境 國家力量跟 跟那個產業完全綁在一起 那如果政治不行的話 產業也都會不行 所以日本這邊其實是有很多 很多 其實台灣有騙你的問題 政治問題 其實是 台灣有 但是其實台灣相對的全是 好多人 好多人 你去看一下 日本當初那個 神戶大地震 百神大地震的時候 最後 百神大地震一下去之後 那個 那個 整個 整個大阪神戶區域 所有的房子幾乎都 以為平地 然後呢 政府完全失 失去效能 政府沒有辦法 去做常見的工作 整個政府都攤晃掉 不知道該怎麼做 最後是 最後是 怎麼會復活 可不可以人知道 各位有經過921地震嗎 那時候各位應該還在國想 921地震的時候呢 其實台灣動員算蠻快的 那時候李登輝的時代 台灣軍幫馬上就動員 但是還有另外一股力量 動員而比 軍幫更快 就是慈濟 一些公益團體 馬上就 就 火速感到災區 然後開始 利用學校的操場 開始那個 做補給啊 糧食啊 水啊 那些通通都 慈濟都搞定 然後軍幫跟慈濟 兩個在 在比速度 因為 如果慈濟 太快的話 反而會造成 政府會低頻 所以政府那時候就 很快 而且那時候是 李登輝的時代 整個執行力 是比較強 而且整個 政治環境也允許他這樣做 那但是 日本的 反省大地震呢 政府既然是 失控 根本就沒有辦法 掌握情勢 也沒有辦法做什麼事 結果最後是誰 負責重建工作 答案是 三口主 百神大地震垮掉之後 最後竟然是仰賴三口主 做成的重建工作 大白和生物 神戶地區其實是 漢大白都是那個三口主的重建 最後整個重建工作竟然是由三口主重建起來 三口主本身 舊丟 零建 零造公司 規模還能到 那 那一旦 那一旦 百神地震垮了之後 是由三口主整個重建起來 那整個正常關係會是怎麼樣 可想而知啊 那整個 日本就融入黑道來採握了 所以 你看他們的政治其實 比我們糟糕 更多 所以不要想說 我們的政治已經很糟糕 那個才是真的糟糕 如果今天台灣的大地震 不是由慈濟來重建 竟然是由 株聯邦來重建的時候 你想想它會是怎麼樣 就知道 那那個是真的 真的是 糟糕自己 所以其實 我覺得還是有很多希望存在 但是 當然已經會有很多希望存在 那 台灣的狀況 我覺得目前維持的平衡 還算OK 但是 在你們這一代 是怎麼樣 我們不知道 那我們仰賴這麼多大日的能力 也是 也是為什麼 我們現在先是提升不起 因為 所有的製造都跑到大陸去了 所有的需要能力的部分 幾乎都跑到大陸去了 那甚至像最近我們看到 那個塞德科巴萊的動畫後製 也是由大陸的水晶石公司做的 那這一點我們就覺得比較危機 但是我們的電影產業 最近看起來有上升的趨勢 或許 或許可以再把 一些技術帶來 那 其實 有錢 之後 就會有人 人自動會朝著有錢的方向走 但是 有沒有辦法 其實還不是很清楚 但是目前看起來 台灣的 產業發展還不適於太失望 所以即使在手機上面 站到的位置 其實也還不錯 但是沒有這個 不是真的只是讓 你看到的那個外表 背後 還有很多東西 通訊模組 然後 CPU 這些東西 其實台灣都還沒有掌握到電話 所以 拉拉雜雜雜講的 不過 但是 但是先讓各位稍微了解一下 就是關於手機 關於產業的這些狀況 好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休息 10分鐘後我們開始來開張卷 OK 好 休息一下 阿漢就幫我關掉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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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in